United Daily News Group from Taiwan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我们常说血浓于水 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们将在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两岸的经济 文化交流和合作 要让更多的台胞 台企到大陆来 不仅是让他们愿意来 还要融得进 有更好的发展 确实像刚才记者先生说的 早热实现两岸的正常晚来 恢复常态化的合作 使我们的共同期盼 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